是 其實戰爭大家要看一看 線下就兩場戰爭正在進行 想要變成這樣嗎 沒有人想要吧 和平應該是大家最大的一個公約數 來看看以色列吧 以色列像他說 他們對於真主黨已經趕盡殺絕 同時列了這麼一張圖出來 講到13個軍事高層 這一些全部都被他們給擊斃了 只剩下兩個人而已 這樣子的一個作為 當然就是非常大的一個信心的戰術了 真主黨這邊現在是大規模的火箭群來回敬 而且直接射向海法 那裡頭也攻擊了包括了城市 村莊 平民等等 所以那塔利亞胡說 他們拒絕單方面的停火 要停火可以 你讓我以色列跟黎巴嫩的邊界 要是一個緩衝區 有但輸的 裡面不可以有真主黨的戰事存在 叫他退遠一點點 現在其實大家就在講了 真主黨它真的有這麼大的一個火力嗎 還是說後面其實老大哥伊朗都在挺著呢 原因是因為伊朗聖城旅的指揮官 之前不是說被炸死了嗎 後來才發現怎麼在德黑蘭現身 同時還去參加了其他人的葬禮 這個畫面會說話 這是真的它還是不是真的它 好 另一個事情則是 伊朗現在也被發現 他們的所謂設計的廉價無人機 是不是真的也在已離邊境的一陣攻擊 互相往來當中 讓以色列很頭疼 10月13號那個時候不說了 真主黨有一架無人機竟然能夠躲過 所有的追查 進到他們的軍事基地裡面造成 四名士兵死亡 超過60人受傷 以色列現在說都還在查 到底怎麼樣躲過他們的監視系統的 但他們確信這應該就是伊朗這一邊設計 然後給黎巴嫩 給真主黨他們這邊自行生產的一個 廉價無人機 對於美國來說 他們其實最希望的就是什麼 就是你要幹嘛你快一點 你做個決定做個了結好嗎 我11月就要選舉了 限下10月15號 16號了 所以美國媒體開始在講 以色列可能會加快腳步 盡快的來報復伊朗 避免讓他跟大選撞車太重疊 不要讓這一些的問題干擾到美國的選舉 而美國方面也必須要做出一些態度 所以拜登政府現在是致函以色列了 說必須要讓加薩人到原住的車子進去 讓物資進去 不然的話他要斷他的軍援 真的有辦法要挾 讓以色列乖乖聽話嗎 還是說美國也只是說說而已 原因是大家看到的就是美國繼續的向以色列運輸武器 口頭上面說停火 但是這些武器一直往中東這一邊運過去 伊朗的講法是說 以色列如果現在真的在美國這樣子的一個催促之下加緊動鎖的話 任何的攻擊他們都將視為戰爭行為 換句話說就是真的會用戰爭的方式強烈回應了 中東看起來剩下的這半個月好像會燒起來 大家都不希望情勢升溫 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了這通電話 王爺跟以色列通話之外他也跟伊朗的外長通話 強調的是什麼是中國到底能不能夠在這邊有個角色 因為他們高度的關注這個緊張的趨勢 希望大家慎重行事 先前他們在這裡曾經促成了什麼 曾經促成了沙烏地阿拉伯還有伊朗的富交 曾經讓巴勒斯坦好幾個黨不同黨派 大家站在一起有這麼樣的一個宣言 現在在這一個覺骨眼上它能起到什麼作用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賴老師您怎麼樣來看 首先我們來看看是以色列 以色列強調的是我們很有戰績 他們13個人已經被我們殺到剩兩個 剩下兩個 但是我覺得後面還會有人接上那些位置 因為曾祖黨已經建立起他們的自動的 這個接替的這個系統了 所以我們看到當他的頭號的領導人被殺了以後 那第二號就上來了 第二號又被殺了以後 第三號就上來了 我覺得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幾乎是無縫接軌了 雖然我覺得殺不完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伊朗你看當第一次的轟炸的時候 也就炸死了伊朗的一位副指揮官 高階的一個軍官 也被炸死 這代表什麼 伊朗實際上是有在支援 真主黨的這些人力的 也就是說幫他們培訓幹部 甚至伊朗也會派一些民兵的領袖 這些軍官進入到黎巴嫩 到真主黨裡面來協助他們 那麼指揮 培訓這些領導幹部 所以我覺得以色列殺不完的 另外您看加沙地區打了一年了 打了一年了 北加沙你已經控制這麼久了 也控制了一年 到今天為止你的北加沙 還是一樣會對你實施火箭彈的攻擊 這代表什麼 代表你無法連這麼小的一個加沙地區 你都沒有辦法完全掌握 更何況整個有關於真主黨的 控制的這次勢力範圍 我覺得以色列 特別是內塔尼亞胡 你要承認你無法完全的掃清 這一些哈馬斯跟真主黨 你沒有辦法的 現在他想把北加沙餓死 叫做將軍計劃 這會引起全世界的公憤 而且這個賬會算在美國人身上 特別會算在民主黨的拜登 跟賀錦麗身上 所以對拜登來講 對賀錦麗來說 你看看賀錦麗現在選舉的壓力 越來越大了 他的密約期已經結束了 他的民調一直在往下走 而且他本身的話語權 已經開始在流失了 因為他的重要的關鍵的問題 都回答不出來 現在反而是川普 在幫他搶了話語權 你看幾乎現在國際間也好 美國的媒體的報導 川普的話語權 已經比賀錦麗多很多 這代表什麼 代表賀錦麗的選舉不立 美國出手了 美國就威脅以色列說 你如果真的這樣做的話 我真的會制裁你 我真的不會再供應武器給你 可是我們現在在看的是 美國你說得到 做得到嗎 這個是一個 馬上會被考驗的事 如果拜登最後沒有做到 我相信這個對於拜登 對於賀錦麗 對於民主黨 真的是已經是很不利的 另外我覺得中國大陸 已經在中東地區扮演的角色 越來越重了 過去中東地區的混亂的時候 大陸哪有角色可言 現在因為美國完全偏袒以色列 伊朗斷了所有的跟美國的 間接的 直接的任何管道 沒有了 完全沒有了 俄羅斯完全偏袒 伊朗 以色列跟俄羅斯也沒辦法 透過俄羅斯來跟 伊朗來溝通 兩邊都完全斷了管道 那歐盟本身又不起作用 歐盟本身目前軟弱無力 根本沒有用 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外交部長 主動的打電話給王毅 希望王毅出來握選 這代表什麼 代表中國扮演的角色 是越來越重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釋放出一個訊息就是 以色列也不想跟伊朗全面戰爭 伊朗也不想跟以色列 其實美國 大陸 全世界 都不想看到 以色列跟伊朗全面戰爭 可是看起來 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 又被他的內部的右翼 僵在那個地方 說你不報復 你就不行 可是你一報復伊朗 一定會反報復 那這個解該怎麼做 我覺得目前來講 大家都不希望戰爭 有講是以色列跟伊朗 可是好像就走進死胡同 轉不出來 但是如果就戰力上面的話 我想要請教一下立將軍 原因是因為 這個德國媒體的報導說 其實在這一回 連架無人機可以直接 進入到以色列的空軍基地裡面 而且還造成這麼嚴重的死傷 他說其實他們也滿頭痛的 甚至他們到目前為止 還搞不清楚為什麼 這次以色列來講 我覺得他這次 確實是踢到鐵板 後面來講 他這個頭洗下去 怎麼樣收尾 我覺得很難 第一個來講戰爭型態跟前幾次的 這種以阿衝突來講是完全不一樣 以前來講的話是純粹靠 這個空中優勢的武力 來擊敗阿拉伯這邊周邊的國家 但現在由於無人機艦的出現來講的話 可能會改變整個戰場的形態 事實上我們現在也看到了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 以色列他還是有很強的這種情報能力 跟他的空中的武力 跟地面的傳統的戰力來講還是很強 不然的話他不會那麼精準的 暗殺了 黎巴倫戰主黨的這麼多個領袖 他都很精準的用空中攻擊 將他清除掉 不管是攻擊的時間或地點來講 都非常精準 可見他情報做得很好 當然他的空中武力 也確實是非常的強大 可是我們看到任何一場戰爭到最後 你不能光靠情報戰贏 你也不可能光靠空軍力量 你最後還是要靠地面部隊 就進入地面來做佔領 才能夠有效能夠控制這個地方 但是以色列從他進入黎巴倫的 邊境以後 10月1號進入到現在 今天是10月16號 已經第16天了 我們看他推進了只有幾百公尺 連一公里都沒有推到 尤其是更明顯的是 他攻擊了聯合國 在黎巴倫的威和部隊 那為什麼要攻擊這個部隊 因為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他這時候打黎巴倫 跟加薩地區不一樣的 是有威和部隊在這邊 威和部隊雖然說只是輕裝武器 很簡單的武器 可是他看得到 你如果在這邊同樣做出這種 不人道殘害無差別的攻擊來講的話 會被記錄下來的 會被拍攝影片的 會被廣傳到全世界的 那個時候美國跟他來講 就沒有辦法在這個 在不管是道德的制告點 會被全世界輿論所攻擊的 所以他不敢做這種動作 當以色列的威和部隊 還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不敢貿然 像在加薩地區 做這麼慘無人道的事情 第二個來講的話 這些威和部隊所佔領的地方 都是地域的要點 譬如說道路或幹嘛 所以納坦雅胡要求你們 向後退5公里 然後以便他的地面部隊 能夠攻勢進去 但是假日說 如果說威和部隊 不向後退來講的話 我相信雖然說 威和部隊所佔領的這些地點 他所有的武器裝備 是輕裝武器 可是他如果說不退的話 你以色列的地面部隊 你再強的武器 你從旁邊繞來講 攻勢來講 確實是會有造成他很大困難 到現在打了16天了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他有很大的進展 當然美國來講 有很重要的角色扮演 這個鈔票跟選票 是選舉兩件重要的事情 那優太人是他們的金主 是鈔票 但民意來講的話 人道主義是選票 究竟你美國到底是要鈔票 還是要選票 那有看拜登或者是川普 或者是賀錦麗 他們自己的智慧來判斷 是 請教一下兵哥怎麼看 美國現在當然陷入兩難 就是如果你不幫以色列 以色列如果遭受攻擊 那拜登跟民主黨都吃不了 都會走 賀錦麗就很難選 可是如果你幫過頭了 讓以色列為所欲為 讓他在那邊進行大屠殺 或是做很多犯了戰爭罪 或不人道的事情 那民主黨還是一樣不用選 所以對他們來講 就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他必須要拿捏的恰到好處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以色列納坦亞胡 現在顯然不是這樣想 我覺得對納坦亞胡來說 他大概想趁著這個機會 趁著美國大學還沒搞定之前 我先獲得一些進展 那曾祖黨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 現在正在幫他 為什麼 因為曾祖黨最近做出一些反擊 確實也造成了以色列一些傷亡 可是這些傷亡 我其實有點懷疑 就是以曾祖黨所能夠掌握的無人機 不是很高階的無人機 他是怎麼樣突破以色列的封鎖 到底單純只是一個意外 還是是不是有人故意放他進來 我都在懷疑這件事情 因為以色列過去 你看他過去這一年多 遭受到哈馬斯也好 或是曾祖黨當誰 不管火箭彈或其他的攻擊 他很少出現這麼嚴重的傷亡 所以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當然以色列說他現在正在查證 但這個可以對以色列內部的一些反戰情緒 做出一些安撫 也就是因為我們的人已經受傷 因為人家已經打到我們的家園了 所以這時候再反戰 好像就變成道理上有點站不住腳 這可以讓納泰亞胡可以凝聚 他繼續去進攻黎巴嫩的 這樣的一個名氣 那在這種狀況下 美國能夠不幫嗎 你看美國表面上是譴責 說你如果再做人道處理的話 我就不支援你了 但是我就幫納泰亞胡說 你美國敢做嗎 你敢不支援我嗎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這場戰爭 至少在美國新的總統選出來之前 是不會停息的 至於說大陸現在努力的 想要進入斡旋 當然他是受到這些中東國家的請託 可是我必須說不管 中國大陸目前在中東的勢力有多強大 這個東西不是他現階段 可以解決的問題 就跟烏二戰爭一樣 當雙方自己本身都不想停下來的時候 中間的人你再怎麼講 其實也是百搭